90后和00后的动画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90后的动画如果不提 估计都没人知道了 今天的视频就想给90后回忆属于我们的儿时音音 也想给00后看看两个时代的动画 有何不同 反正当年少年看这部魔方大厦的时候 是真的有点个硬 难看来克被关在了家里学习 无聊的来克拿着水枪耍自家的小猫 生气的小猫便把书桌上的墨水打翻了 害怕厨房里的瓶瓶罐罐都给打碎了 果然这些声响引来了来克的妈妈 他妈看到的地上一片囊急 莫论这是莱克做的事情 便生气的命令莱克今天一天都不许出去玩 愈闷的莱克便挽起了魔方 可是转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转过来 他生气的把魔方扔在桌上 这时魔方竟然发出了红亮的笑声 莱克吓得再冷了一次他 没想到魔方竟然变大了起来 不怕死的莱克爬到魔方上 然后掉进了一个黑洞 莱克竟然来到魔方里的布林布林玻璃城 他被城里的警察当成了入侵者要抓住他 莱克便一路逃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莱克类似的男孩乐乐 他得知道布林布林玻璃城里的人都是玻璃做的 因为自己摔魔方两下 那布林布林玻璃城的很多人都因为地震而受伤了 莱克拿出口香弹给乐乐断掉的耳朵联合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在医院里他看到医生给乐乐接耳朵 还有受伤地方的手术 整个过程乐乐都痛苦极了 莱克最后被警察抓到一个玻璃柜中 通过强光照射突然明白了会产生热量的原因 于是他帮助医生进行了热笼手术 看着这些病人乐乐最后打哭了起来 大兰自己不该乱发脾气扔魔方 还得布林布林玻璃城这么多人受伤受苦 但是莱克的出现也当布林布林玻璃城变得更加布林布林 之后莱克和杰尔尔多的乐乐 侮辱了魔方的重心地带 俄能通过重心地带的门来到一个奇怪的世界 他们认识了一个叫小玻璃的女孩 小玻璃说这个世界的小孩是管理者 不同年龄段的小孩也可以竞选市场 俄大人却是被管理者 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 只要能让群众越来越多人满意 那么这个人就能够当上市长 而大人之所以竞选不上 还是因为他们希望作业多点 补习多点 看书多点 于是在市政厅里就出现了很多孩子 在踊跃竞选市长 莱克最讨厌的就是被爸爸妈妈关在家里 有些莱克的竞选宣言 就是他当市长发布的第一条指令 就是把所有家长都关进罐头里 这样所有的小孩就可以随便玩了 听懂掌声 孩子们觉得这个指令特别新鲜 有些推选了莱克为市长 很快家长们都被关进了罐头 一开始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可是当孩子们饿了 打雷了 想爸妈的时候就不开心了 而且因为大人都被关了 城市的所有岗位都无人运作 城市面临巨大危机 所有孩子都想念爸妈了 跑去找莱克市长哭诉 换我爸妈 莱克无论只要取消这项指令 可是在这天 突将暴雨 被关进罐头的大人都快被洪水给冲走了 幸好孩子们齐心协力救了大人 虽然莱克的指令显现让孩子们失去父母 但这时孩子们也才知道爸妈的重要性 莱克也想自己爸爸妈妈了 于是 他饿了了要回玻璃城了 他再次通过魔方中心的门 结果来到了周围漂浮着很多日丽 还有一桌子酒的地方 莱克出动了桌上酒葫芦的开关 酒葫芦就开始朝屋顶的口 喷出酒来 酒像雨一样在整个城市里撒了起来 城市里有人喝到这酒都醉了 最后莱克才发现 这酒葫芦和一个日丽导板 有着很大的关系 日丽老板说自己掌管时间 但是爱喝酒经常误事 所以如果少计了一天 他就会下酒雨让大家遗忘 莱克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他建议丽丽老板制作满足不同顾客喜好的日丽 只要每个人拿到一本专属日丽 就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时间进程 丽丽老板一想 对啊 于是 立马开始卖这种日丽了 小孩子古丽来买日丽 他买的是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日丽 这样他就可以快快长大一个月过一次生日 然后古丽和莱克都把自己生的时间分给了别人 莱克和古丽每天一起玩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他俩都成了大人 幼儿童节又参加不了 两人还被嘲笑 大人冒充小孩 莱克与古丽很伤心 他俩还以为自己是小孩呢 毕竟灵魂还没长大 可身体却已经成熟 之后 莱克和古丽每天的时光都在游乐园里度过 他们渐渐地变成了个老人 游乐场也玩不动了 玩了一会儿云霄飞车 嘿嘿 被送医院了 在医院里古丽的妈妈都认不出古丽的 古丽和莱克这才明白了时间的重要性 最终 中心的门这里是一个飞机的世界 由蜻蜓人可以变身飞机 他们正变身飞机 要与敌人蝗虫飞机战斗 莱克出现后 被蜻蜓人当作间隙 关了起来 第一波 蝗虫大军被蜻蜓大军打败 第二波 蝗虫大将铁金刚带领蝗虫再次袭来 他们把关莱克的房子给砸毁了 莱克才得意逃出来 混战之中 莱克救了看守员 还把要逃走的蝗虫给带了回来 因此得到蜻蜓团长的信任 铁金刚刀枪不露 蜻蜓大军处于劣势 于是莱克要求出战 莱克的九枪没有达到铁金刚 还被他给抓回了蝗虫总部 莱克在关押处 令蛇同样被关了 可以变大变小的小格怒 两人没有逃跑成功 还被带去了当人质 蝗虫再次向蜻蜓部落进攻 莱克被绑在蝗虫老大头上 小格怒偷偷帮他解放 然后莱克用他的九枪挟持着蝗虫老大 蜻蜓大军完胜 可这还没有完呢 夜晚 蝗虫的同伙蜗子 要是蜻蜓晚上看不见来偷袭 被莱克偷听到了 于是 他的同志合作 把蜗子大军引到了蜘蛛网上用户 一网打尽 而莱克不小心从空中掉下去 掉进了黑洞里 于是 莱克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有人都是龙亚人 他在那见到了乐乐和小格怒 三人救了个落水的人 这个人的奶奶会说话 奶奶说有一年大旱 只有三座樱桃塔里有水 可是人们喝了那个水以后 就变成了龙亚人 于是莱克他们决定去探探那樱桃塔 在黄樱桃塔里 莱克他们拿回了一只玩偶鸡 鸡嘴里不断长出黄樱桃 给他们吃了以后就可以说话了 然后大家吃了黄樱桃以后 都开始说假话了 哎呦 看视频的人怎么那么丑啊 你如果不点赞和关注 就会变得更丑 随后 莱克三人又去探探黄樱桃塔 他们三爬上了高高的塔顶 从一栋进入 却掉进了鳄鱼池里 那个被拖水里的 这时塔里有个声音发出 他说自己因为太丑陋 曾经被大家嘲笑 所以才用那水 把大家变成了龙亚人 这样就没人可以嘲笑他了 不过 这个丑八怪 被莱克他们三的善良 给感动了 给了他们红樱桃 大家吃下后就变正常了 所有人都去感谢他 发誓不再嘲笑他 尤其这个丑陋的人 就在故事结尾出现了 不操 90年的动画就开始在透露人 感情最丑人就是自己 太真实了吧 所有莱克他们又穿过了 魔方中心的门 来到了海边 又是小男孩 正要乘坐星座号船 去寻找出海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的水手爸爸 莱克乐乐也想上船 但是被拒绝了 于是莱克通过火炮 把自己发射到船上 航行途中 船被一只绿色船给吸引 于是船长派直升飞机去侦察 拿着飞机中途失踪了 结果莱克直升去了那时候的绿船 船上有无数金子 还有被金钱迷惑的那名飞行员 船上还有只鳄鱼大王 他打算把星座号的男孩 给一网打尽 结果这鳄鱼是个号酒之徒 他闻到了一股酒轻味 于是莱克骗他那把枪里 还有五粮液呢 最后这鳄鱼被酒枪里的酒 给灌醉 晕倒了 妙啊 这广告打得好违和感 在云那打听到男孩们的爸爸 可能在基因岛 莱克他们离开前 把鱼和绿船都给处理掉了 找到基因岛后 他们见到了自己爸爸 原来爸爸们之所以会消失 是因为手里拿的金子 导致他们迷失自我 只要拿掉金子 就会醒来 莱克看到大家团聚 自己也想爸爸妈妈了 这次 他通过模仿中心的门 拿到个下水道 下水道里有个奇怪的小光头男孩 喜欢听痛苦叫声 讨厌叫声 小光头还打得莱克 让他痛苦的啊啊叫 生气的莱克从下水道出来后 被遇见的小蜜桃 带到了夏合银行 夏合银行可以把人类所有负面情绪 都给保存在保险柜里 这样 人们就只剩下快乐了 莱克也把烦恼给存进去之后 他就想去找那个小光头 让他也把烦恼存进保险柜 小光头不仅自来 他也想进夏合银行 可是他一看见 那银行看门员的笑脸 就会难受到晕倒 于是 莱克把看门员给弄罪了 这是什么操作 小光头这才进到了夏合银行 难以进去 小光头就打晕了莱克 并且 把保险柜里存的所有负面情绪 都给放了出来 负面情绪回到每个人身上 瞬间大家都变得暴怒 爱打架 这句歌词不知道还有谁能够记得 陪神伴奏真的贼魔性 之后莱克把小光头 关在了故障的电梯里 然后和夏合银行的工程师 一起去把备用的保险柜 给拿了出来 把大家的负面情绪 再次保存了起来 第二天 顺便把小光头的痛苦 也保存了起来 于是 这个世界大家又只剩下快乐了 莱克再次通过魔方中心的门 来到了 头盔城 这里的所有人都戴着头盔 莱克没有头盔 警察要抓他进监狱 逃跑了莱克碰见了小哥怒 小哥怒说戴上他头盔 他就栽不下来了 所以 这座城市每天晚上都会发出那种 不可描述的声音 但其实 他们是在互相脱头盔罢了 但这 真的能不能不想歪吗 莱克现在一直在逃跑 可最后还是被警察给抓走了 他们还给莱克戴上了头盔 莱克受不了这头盔 拼命的撞 小哥怒来的时候 他俩发现 只要说出坚强的力量 这句咒语 就可以摘下头盔 莱克发现只有坦诚相待 互相帮助才能摘下头盔 莱克想帮助所有人摘下头盔 打破这可笑的法律 在一项部比赛中 莱克呼吁大家摘下头盔 大家其实也早就想摘下头盔了 这下终于实现了 只是 他摘头盔的剧情实在有些烂眼睛 接着 莱克又距了坑落成 这座城里的人全部都很胖 广告也只有减肥药 大家虽然很想减肥 但是都不停地吃 而且因为科技太进步 连盖被子都不需要自己动手 最舒服的是 每天只需要工作两个小时 早上10点到11点 下午15点到16点 我丢脸哦 减肥公司看见莱克这么瘦 非要逼他拿出减肥配方来 很多人都回到他房间里 要他交出减肥配方 以免记者带了莱克到处宾馆 但是 直升飞机出了故障 两个人掉在沙漠上 这面肥方的记者跟着莱克 长途跋涉 每天只吃一点点 然后他瘦了20公斤 这下他才明白减肥配方 就是多运动少吃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了 运动瘦身了 最后莱克再次通过 魔方中心的人们 来到了新的世界 他捡到一张 黑蚕乐队招聘观众的传单 莱克去听了演奏 表演十分的精彩 黑蚕乐队激动不已 把莱克牵下作为特约观众 原来 如果没有观众的话 黑蚕乐队就不得不解散 莱克按照约定 得每天去听演奏 来哦 黑蚕乐队只会一首曲子 努力夫一热 莱克要崩溃了 莱克逃走后 就被黑蚕乐队告上了法庭 莱克只好无奈继续听 卧槽 还能这样啊 而黑蚕乐队之所以没有其他音乐 是因为这座城市 环境实在太糟糕了 他没有灵感可以创作 所以在有一天 魔方老人给莱克寄来了一袋花种姿态 于是 他把这个几乎没有植物的世界 充满了鲜花植物 瞬间 这个城市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黑蚕乐队的人瞬间有了灵感写新曲子 黑蚕乐队的新曲子 赢得了无数的观众 莱克跟他们告别之后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是不是觉得结尾很草率 据说当年原本是决定要26集的 可是因为经费不足 还有90年的人才匮乏 所以只能制作10集就结束了 想要知道故事结局 就只能去看漫画 很多人看魔方大厦 看出了心理阴影 都没看过这部动画的人 可能不理解恐怖在哪里 毕竟 因为一些断手断脚的桥段 不能放出来 所以就只能支支不提 就光是这个画风 即便现在回顾一下 也觉得有些头皮发麻 可能年年后的少年少女 不能感受这有什么可怕的 但在那年代 我们很多动画都加入了 关于人心黑暗的角度 那时候的审核也比较松 虽然现在到处都有网盘独播内容 在环境上来说 比90年更糟糕 而且动脉和动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时候我们哪能想看动画就看动画 魔方大厦里面的决策 笑出来至今我都还觉得有些猙獰 不过好在这部片中 就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提倡 例如那些好友的互帮互助 有时候感觉所谓的心理因应 只不过是针对在画面之上 那些人心黑暗细节 则只是在长大后才会读懂 对了 这部动画还有很多超黑暗的镜头 不知道你还记得哪些画面 在平面区说出来看看呗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队伍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